老師啊 孫琦台司令台 很有印象吧 身為老師一定常常看到 你有以前上台領過獎嗎 我們通常都被叫上台罵 有沒有 哎呀你知道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哪有機會上台領獎 啊有啦有有有有 那個演講比賽 你不是掛狗牌講最多次台語的人嗎 不能講這個 不要講那個 呵呵呵呵呵 沒有 就是 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 會被 就是我們那 我記得我小一小二的時候 還有國語政策 就你不能講台語 不能講方言 那講方言一開始都是罰錢 比如說罰五塊啦 或者罰抄課文 那後來就掛狗牌 對 然後那時候被掛狗牌 就是申請點子 就會被叫上獎台 哦 對對對對對 那時候應該很威武吧 因為很多塊這樣子 不要挺胸不要挺胸 喔不舒服 啊你要喔 喔 欸你剛剛到底是要講什麼 我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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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每次挺有什麼兇啊 掛狗牌 他就是那時候就是說很多塊 那個啊 剛才想講什麼 我忘了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旅讀台灣 就在森利